环球网军事综合报道 印度经济时报3月15日报道称 为了回应印度日益增强的防空能力 巴基斯坦在3月12日正式列装了 中国制造的猎鹰80中程防空导弹 报道表示 尽管巴基斯坦当前的防空能力还比不上印度 但此事值得印度方面关注 该报道称 猎鹰80能够拦截和摧毁 迎面而来的中低空飞行目标 巴基斯坦此举紧跟着印度近日的一次导弹试射活动 在3月1日 印度成功试射了一枚自主研发的超音速拦截导弹 报道称 虽然巴基斯坦目前的防空能力还无法比肩印度 但其列装猎鹰80一式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标志 因为这表明了巴基斯坦迫切想要达到印度的水平 报道说 自90年代后期以来 印度一直在试图自主研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3月1日的成功试射 标志着印度朝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 此外 印度还从其他国家引进新型防空系统 如从以色列引进Spider系统 从俄罗斯购买的将于2020年交付的S-400系统 其中 S-400能够抵御大气层内外的威胁 报道称 印度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中使用的另一种导弹是 R-10温导弹 R-10温导弹能够拦截高度在30公里 印度目前也拥有从低到高不同级别的 弯导拦截弹大地 大地一用于陆军 射程为150公里 大地二用于空军 射程为350公里 大地三用于海军 射程为350公里 大地一用于海军 大地一用于海军 射程为150公里 大地一用于海军 射程为35公里 大地一用于海军 射程为35公里 大地一用于海军 大地一用于海军 海军 莉